北京时间11月27日 2023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Super750于昨日落幕 国宇三金一赢收官 本战是宇连年中总决赛前最后一战高级别循回赛 国宇除却总决赛实习选手外 只有张书贤、刘胜书报名了接下来印度国际赛Super300 余下将进入集训状态备战2024赛季 南丹终结七连败 连续六战一轮游的赵俊鹏晋级四强是惊喜 排名也上升五位来到第三十 上上周日本雄本大师赛Super500打进决赛的时 与其连续作战止步第二轮 排名不变还是第七 巴黎奥运周期为二的个人赛三冠王 李诗丰和汪弘扬 前者排名下降一位来到第五 汪弘扬排名不变还是第十九 陆光组0比2李子佳 止步第二轮 排名不变还是第十六 女单六人参赛 集体步数外战 陈宇飞连续三战 Super750多冠 而且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历史上 唯一的三连冠和三冠王 排名上升一位来到第二 而且打开十万分大关 这应该是陈宇飞2.0版本吧 赛季四座巡回赛冠军 景迅于安喜盈 尤其是邀映会后连续四战打进决赛 好取三军一赢 韩月赛季第三次打进决赛 排名不变还是第八 而且生涯首次打进宇联年中总决赛 王指宜第二轮淘汰安喜盈 终结交手四连败 得比中不敌韩月 止步八强排名上升两位 重返Top10 和冰交不敌陈宇飞 止步八强排名不变还是第六 高放节首轮不敌陈宇飞 排名下降一位来到第三十 南双除了任祥宇和季廷半决赛 输给如中中天的黑塔 其余南双不输外战 任祥宇和季廷排名飙升18位 来到第三十二 来年高级别巡回赛报名无予以 最终机身奥运名单也未可知 陈柏阳留意终结连续一轮游 晋级四强排名上升五位来到第二十五 图欧锁定宇联年中总决赛席位 两网包揽主场高级别巡回赛冠军 而且是立刻押运会后登顶世界第一两周的 篮基雷的确地足见世界第一的含金量 女双三队Top10被日本穿透无援决赛 于嫌不敌辅导游记广田采花 止步八强无援年中总决赛 将损失一战巴黎奥运积分 同时会扣除去年半决赛的排名积分 二双位置孔南宝 刘胜书谈宁不敌松山奈位置田千阳 止步第二轮排名不变还是第十 李怡静罗徐敏止步第二轮 排名下降一位来到第二十五 坑书梁征持排名上升六位来到第五十三 混双三队Top6组合不输外战 亚斯夺冠还是第一凤凰组合被徐承载蔡右丁超越 排名下降一位来到第四 赛季四冠四亚一同收官的蒋震包 魏亚欣排名不变还是第六